提到成吉思汗,很多人都知道他曾策马带兵打到黑河,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大家都知道他是蒙古人,但如果有人告诉你,成吉思汗的子孙在哈萨克斯坦,你会怎么想,哈萨克斯坦就有许多人承认成吉思汗是祖先,那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哈萨克斯坦又是怎么与成吉思汗有关联的,以史为鉴,以往见来。 订阅锐历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一部叫《游牧战神》的电影在院线上映,该片号称哈萨克斯坦影坛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影,哈萨克斯坦政府为这部讲述哈国传奇君主阿布赖故事的电影投资4000万美元,这部《游牧战神》虽然在叙事结构和节奏把控上仍显稚嫩,但凭借不计成本的失拍场景和战争场面,依旧是弘扬哈萨克斯坦文化,提升民族士气的诚意之作。 不过对于我国观众而言,对本片最深的印象可能不是辉红的场景,而是电影第一句台词《成吉思汗是我们的祖先》。 这并非电影中的语病或者认知错误,事实上,近些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出台多方举措,证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是蒙古帝国的继任者,如2007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德国等国合资拍摄讲述成吉思汗生平的电影《蒙古王》,此片还提名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再如2008年,哈国中央银行发行特制的成吉思汗主题纪念币更有甚者,竟然有哈萨克斯坦学者论证成吉思汗陵墓在哈国境内。 那么,与蒙古并非同源的哈萨克斯坦为什么要选择成吉思汗一个蒙古人? 作为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国家符号呢,不断征服哈萨克斯坦所处的中亚,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枢纽,大跃之,乌孙,康居,苏特等古部族都曾在此地生活,之后又陆续被桂双,叶达,柔然等游牧帝国统治。 公元六世纪,突厥韩国控制了中亚地区,中亚各部族逐渐被突厥同化,公元六百五十九年,唐朝攻灭西突厥韩国,设立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管理中亚,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退出中亚,阿拉伯帝国趁虚而入,中亚各部族逐渐伊斯兰化,公元十世纪,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析,起源于波斯的萨曼王朝,统治中亚长达百年,这又给中亚各族打上了波斯文化的印记。 现在中亚各国国名中的斯坦一词,就来源于古波斯语的地区之一,十二世纪中叶,以波斯突厥人为主体的花拉子摩王朝兴起,十三世纪初,花拉子摩在著名的摩赫末苏丹统治下,将欲扩大到中亚、波斯的大部分地区。 国势达到极盛,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蒙古大军开始西征,随着花拉子摩被征服,哈萨克斯坦成为最先并入蒙古帝国的地区之一。 蒙古人征服俄罗斯后,建立了著名的金仗韩国,是为蒙古四大韩国之一,金仗韩国的首任汉士成吉思汗的长子,庶翅。 第二任汉士庶翅的儿子拔兜,拔兜有一个弟弟,叫西班,他参加了蒙古历史上的长子西征,并在匈牙利战役中表现突出。 根据拉施特在史籍中的记载,如果蒙古人继续占领匈牙利的话,西班很有可能会成为蒙古统治匈牙利的首任总督,1241年,因为蒙古大汉窝阔台的猝死,长子西征结束,匈牙利逃过一劫。 西班也回到了俄罗斯大草原,自从成吉思汗死后,他和他的家族就一直居住在南乌拉尔河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夏季来临的时候,他们在乌拉尔山区扎营,寒冬季节,则转移到萨雷河附近, 按照祖先的游牧方式,生活了大约一百多年后,西班家族和臣服于他们的部落开始采用越级别的名字自称,这个名字按照现在的拼法,念起来就是乌兹别克,1428年,西班家族的王子阿布哈尔纪尾,在他的统领下,西班家族逐渐强大起来,到1450年前后,西班家族统治的区域从托布尔斯克一直到中亚的西尔河一带,对当地的天沫后裔构成了极大威胁。 脱离,15世纪中期,瓦剌人向西发动突袭,不可一世的阿布哈尔出兵抵抗,却一败涂地,明朝之所以改国号为警太,也是败瓦剌人所赐。 因为这群狠祸,曾俘虏了明朝前皇帝朱祁镇,草原民族最崇尚武功,这场大败,极大动摇了阿布哈尔的大汉权威,同属数次后裔的两个宗王,克列汉与贾尼别克汉自立门户。 此后数年间,原为阿布哈尔的百姓的大部分游牧民族也离开了他去找克列汉和贾尼别克汉,以便和后者们去过独立的生活。 就连阿布哈尔本人也在1468年死于一次围剿这些叛乱者的战役里,就成吉思汗家族而言。 贾尼别克汉与克列汉两人同阿布哈尔汉的冲突,只是黄金家族后裔间寻常至极的一次同事操割。 贾尼别克是数次第十三子突花铁木的后代,与阿布哈尔早就出了五福。 但对中亚地区的历史而言,克列汉与贾尼别克汉两人的分裂却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变, 正是贾尼别克汉与克列汉建立了哈萨克韩国。 哈萨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突厥语里,哈萨克是脱离迁徙的意思, 所以今天在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哈萨克族人比较认同西班就是他们的祖先。 身后渊源,此后哈萨克汉国成功兼并了诺盖汉国,国历蒸蒸日上, 但在16世纪中后期,哈萨克韩国分为大中小三个育资, 在瓦剌蒙古人建立的准盖尔韩国的不断进攻下, 哈萨克韩国彻底分裂为大中小育资三个部分, 后来在清政府灭掉准盖尔后, 哈萨克韩国也归顺于清政府的势力范围, 在清朝走向衰亡之际, 俄罗斯趁机完全吞并哈萨克韩国, 至此哈萨克韩国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部分, 苏联成立后延续了对哈萨克韩国的主权, 苏联意识到中亚地区一直是不稳定的存在, 所以本着制衡之道对中亚地区以民族为管辖范畴进行了重新划分, 哈萨克韩国总督区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入股苏联, 但是却在苏联的热情指导之下纷纷被肢解, 突厥斯坦总督区形成了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草原总督区则成为了今天的哈萨克斯, 就此中亚五国正式诞生, 可能是由于俄罗斯人被蒙古统治了240年之久, 对蒙古后裔存在一种天然的戒备, 所以在给中亚五国划分国界时, 显得格外用心,国界线怎么复杂怎么计算, 民族冲突怎么尖锐怎么划分, 英国人表示, 在你苏联人面前蒙巴顿将军的印八分制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 由于哈萨克韩国和矿物资源丰富, 苏联在这里修建了很多核原料工厂, 对矿石进行简单的深加工, 1991年大变革爆发, 苏联解体, 哈萨克韩国独立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同时也继承了苏联的核原料工厂, 所以目前哈萨克斯坦虽没有完整的核工业体系, 但是他能够生产很多基础和原料,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哈萨克斯坦的人, 把成吉思汗认作自己先祖, 将曾经的蒙古族认作是自己民族的来源, 而不是当作外来敌人看待, 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过往, 这样来看, 他们的选择也没什么错, 目前的分子人类学简测显示, 中亚地区所有民族当中, 哈萨克人有60%以上的外染为C2, 最为接近蒙古人, 而其他诸如尔、恩等的存在, 正说明了哈萨克人是以蒙古人为主体, 融合了突厥人, 中亚地区其他原住民基础上所形成的的民族, 哈萨克斯坦这个地区尽管引来了各种争夺, 但从这些争夺之中, 哈萨克斯坦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也算是一个受益者, 最明显的就是在沙俄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是哈萨克斯坦虽然被纳入了沙俄的管辖之下, 但在那个战争纷乱的年代, 在苏联的羽翼之下至少能有片刻安宁, 真正算得上哈萨克斯坦战争中收益的, 是在后来苏联解体的时候。 哈萨克斯坦这个非亲生的, 也从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得到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领土, 哈萨克斯坦在还没解体之前, 得到了不亚于一个小国家的面积, 而这些土地在解体之后, 也就变成了哈萨克斯坦自己的, 如今得益于这些土地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哈萨克斯坦, 在回望自己历史的时候,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些阴差阳错呢?